子宫肌瘤术后月经情况 胡春燕 妇科 主任医师 子宫肌瘤我们有三种类型 一种是僵膜下的子宫肌瘤 也就是外突的子宫肌瘤 那么对于这部分患者 他的月经是不受影响的 不管是术前还是术后 他都是有自己的正常的月经周期的 那么还有就是子宫肌壁间的肌瘤 那么子宫肌壁间的肌瘤 有一部分患者 他有可能会造成月经频发 或者是月经量多 月经期延长 这些月经改变的这些表现 那我们手术通过肌瘤剔除手术的手术之后 它的月经应该是可以恢复正常 正常的月经周期 那么第三种类型的子宫肌瘤 就是一个黏膜下的子宫肌瘤 也就是往肱腔生长的子宫肌瘤 那么这部分患者 他的常见的一个症状 就是月经量多 经期延长 那么大部分患者会合并贫血 那么我们对这部分患者进行一个子宫肌瘤剔除术后呢 他的月经周期会恢复正常 明显的月经量会有明显的减少 月经周期正常 贫血的症状也是有所改善的 专家提示 1. 子宫肌瘤有三种类型 一种是僵磨下的子宫肌瘤 也就是外突的子宫肌瘤 这部分患者的月经是不受影响的 2. 子宫肌壁肩肌瘤的部分患者 有可能会有一些月经改变的表现 通过肌瘤剔除手术之后 应该是可以恢复正常的月经周期 3. 第三种是黏膜下的子宫肌瘤 这部分患者进行子宫肌瘤剔除术后 月经周期会恢复正常 和并贫血的症状也有所改善